聽說城中最大的妓院 惠賢雅醉了一條日本的新女兒 叫琴譜 嘩又琴又譜 只聽名字都流鼻血了 你呀你呀 快點跟我去起一下她底 如果沒問題就立刻帶來給我 你老婆你兩個新來的 惠賢雅就是高檔的場地 你猜是魚蛋檔嗎 我們只是招待會員 回去儲夠錢才來入會 豈有此理 我玩了女兒這麼多年 我都沒試過這麼沒面子 一於拖馬來掃牠牠 好不好 收爹啦 豈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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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龜婆又是我呀 阿伯 聽說你有女兒想賣 什麼質素 都幾相當飲得杯落的 你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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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你怎麼看呢 我想打巴牠 可不可以讓我大巴大巴升牠 做人又不要那麼刻薄 賺食的東西 有時讓我找人下台才行 你想兜巴牠升我 我何嘗不想亂棍咬你呢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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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吧 是吧 請問你這個是不是有位琴譜小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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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找琴譜小姐是不是 這裡全都是找琴譜小姐的 開麥啦 不然你恃著自己 帥哥又有才華 以為不用開麥克風才行 我還看得出來你個人很討厭 又有愛心 做朋友真是一流 哇 壞了 這麼個被人戏破 這一集真的請吃飯怎麽都要 開麥克風啦 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大內蜜探00發 新一集的動漫戰隊 我就是大王 不是我應該叫阿發 大家好我是貴婆 貴婆原本是誰 貴婆 貴婆SUNNY 貴婆SUNNY 大家好我是南瓜 今天有點抱羊所以聲音 你是文西來的南瓜 原本是文西 但他的聲音今天抱羊又做不到文西 所以叫了軒哥過來阿鼎阿鼎做文西 他玩女兒這麼多年都沒受到這麼大的侮辱 所以生病了 很難觸摸 你的聲音好像好像靚昆 聽著聽著 拿本書去學一下招式 你那個是炸泡茶來的 剛才的SickToon就希望大家喜歡玩一下 今天要講的作版有如SickToon所提 就是那位來自日本的新女 琴浦小姐 琴浦小姐又琴又浦 其實這套東西就不是玩到什麼 又琴又浦 這條是浦女來的 這條浦妹來的 噢就是MK 他是不是MK就講了才知道 這套作品呢 琴浦小姐 故事就是講一個叫琴浦小姐的人 完結了 大家可以散場吃飯 南瓜可以回去休養一下 當然不是啦 我又說不會這麼騙青 這個moment就說下班吃飯 那其實琴浦小姐呢 這套就 今天我主要就是講她的動畫版 動畫版其實就是一套 只有12集的一季完的動畫 不過其實她前身呢 就是由漫畫改編的 而且還是由一個 應該算是四格漫畫 而且應該是手機漫畫網站那些連載的漫畫 看她的畫風都算是比較簡潔的 而且她除了一些固定的四格篇幅之外 她中間又會有一些 中長篇的分鏡站是四格的 可能是普通漫畫 但是應該都是給你用手機看 最佳閱讀的一個漫畫 因為這套琴浦小姐呢 其實在2009年那時候 就是日本有一個手機漫畫網站 MangaGate 那就是頒了一個 Manga of the Year 2009的最優秀獎給這本漫畫的 那她原本應該是網上連載 或者是手機網站這樣看的 不過到後一點的時間 那就是有出到單行本 這樣去賣街的 單行本好像七期 單行本七期就完 連載時間其實就是11年到15年 那是去年的三月才完的一套漫畫 但是完成這套琴浦小姐漫畫之後 其實之後還有出另一套 就叫做非常琴浦小姐 這個就由15年8月連載至今還未完 不過好像是更加日常版的作品 應該是 那現在就 漫畫部分就說了她的背景 那就差不多了 總之其實是2012年8月就發表動畫化 然後3年1月就開始播她的動畫了 作者其實沒什麼可以說 因為她畫開同仁 這套是第一套的商業作 所以也都 名氣 我想可能在同仁界或者名氣會響一些 但是商業界來說應該不算太出名 因為原本那天是同仁界活躍的作者 之後叫做商業化的第一套作品 就應該是《琴浦小姐》這一套 那說完作品的背景 可能有些聽眾很奇怪 為什麼今天我會拿這套作品出來說 因為我前陣子的作品全部都好像名字很響噹噹 所以我就說出來每一個都它們是知道的 琴rando姑娘的名字也很有響噹噹 你剛才說的是琴ロ姑娘 琴漿姑娘 琴inters姑娘也很有響噹 那是她是李若彤 但其實是無殊王 但這是現在的是琴浦小姐 那名字可能就少人聽過 其實這次我會選這套作品 在想 Talking Greece 東西就是奇怪 為什麼我會選她呢 就因為看完那一套 自然很想很大聲出產心底華 因為現在其實看那一套叫做心底華那一套戲那一陣子 看他開頭那一段 即是說說女主角小時候那一段劇情 即是怎樣看見那一段彈那一節 之前那一段說他怎樣不小心把爸爸走去開房一件事 說了給媽媽聽 搞了離婚那一節 我看那一節那一陣子 感覺就令我 即是在戲院裏 令我撈回琴寶小姐這部作品出來 因為我看了琴寶小姐之後才看心底華 那我就不是說他有什麼參考成份 即是那一段感覺很像 那一段那一段就令我提醒一下 琴寶小姐這部作品 差點忘記了 即是很久之前 其實我在Animax都看的 大家有一個例子 大王玩完的女兒是不記得的 玩完就忘記了 玩過另一條女兒的時候 好像有些印象有做過這件事 看動畫而已 再說我今天不是大王愛阿發 歸婆你不要這樣說我才行 我相信雪梁的聽眾 他們的二朵會知道我 你說的東西是錯的 那時候就是我記起這部作品 想想一下 好像我經常說的作品 都叫做真是一些很大作 即是上次的Cyber Formula 之前可能是《怪物之子》之類 或者一些我們大家本身都會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的作品 即是某些作品一說出來的Cyber Formula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的 那這個作品一拿出來 大家知道就準備拿出來笑 即是好像以前的黑子那樣 但到現在全部都可以說是大作之類 那這次我想不如嘗試拿一些小品些小的作品出來 可能大家未必個個聽過我的名字的作品 那我出來大家聊一下 就叫做看看其他的作品的意思 所以就選了這次的琴譜小姐這個作品出來聊一下 我也剛才講過了 故事就是講一個叫做琴譜小姐的人士 他有一萬人在天台上就見到這個西門吹雪 要沽繩 四條眉毛六小鳳 還有這個花門樓在決戰 即是要charge他的什麼 非法 什麼集會 不知道是偶鬥 老公搞事 不是的 這個不是講西門吹雪的那班也有的 也不是講什麼天愛非仙的 那其實講琴譜小姐 就是圍繞這個角色去發生的故事 話說有個人就叫做琴譜春香 那就是琴譜姑娘 那其實她原本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少女 但是叫做一個有錢人家出身 就是現在屋大個好像騎樓軍曹西澤 那種感覺那些 那就是她小時候 就原來不知道她自己是有一個超能力的 不過她這個超能力就不是會射雷射 不是會做什麼那些東西 就叫做獨心熟 我知道是無上神功嘛 無上神功 無上神功 她姓無上神功 無上神功 那麼糟糕 就是要五雷轟帝才打贏琴譜姑娘 沒錯 這套東西就不是 又不可以說沒有打鬥成份 裡面有若干些少 動作場面 不是那些動作場面 我知道聽鐘門在想什麼 其實就說她小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有超能力 她的超能力就是有獨心 就是可以聽到別人的心裡面在說什麼 她重要是不能自動開關 她是很隨機的理想著 她突然就收到 對 所以她小時候經常 那些同學 或者她的爸爸 她的媽媽都 都開始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因為她 會無緣無故 猜疤戰鬥 她會知道你會出什麼 她的媽媽說 我們去吃早餐 她又知道媽媽會煮什麼 或者她的爸爸要醬油 她已經知道她要醬油 最初有人說她 好像很有趣 很多東西 你都好像看得穿 但是整整一下之後 又出了事 又有點像心底華 那一開始 心底華新聞說 女主角就說了 出來 跟媽媽說 對呀 爸爸和另外一個女兒 想要開房 類似這樣 那這套就是 她突然間 叫做 讀到她爸爸心裡 有些不太好的念頭 然後這些東西 她就馬上說了出來 她有不同的 其實 因為身底華那個 她是 突然撞到她爸爸媽媽 因為其實那時候 她爸爸媽媽的關係 已經是有點差的了 因為她的這個能力 在學校裡 令到她受到同學歧視 覺得她好像怪物一樣 所以她家裡的關係 已經有少少轉變 然後她就突然說 爸爸媽媽 是有些吵架 爸爸說要出去 然後說 爸爸要找哪個女兒吃飯 媽媽又找哪位先生吃飯 這樣 所以就令到她兩個吵架了 那如果在周星馳電影 就可能會兩個開心 咦? 那就是今晚大家有節目 Oh yeah 一起去玩 那當然不是 那兩個就知道 原來你心裡面 有其他人 今晚有其他節目 那就是 有外遇 那又非常成功地 就令到她們的離婚收場 那甚至乎她媽媽 因為這件事 就很討厭女兒了 而且她媽媽 一直帶著她 打算去看醫生 她覺得她的女兒是病了 那帶著她去看醫生 承受到很多壓力 那她媽媽抵受到壓力 就拋棄了她 自己走了 那臨走自從拋棄了一腳 就是 如果你沒有出生就好了 那其實一開端就是 其實 一個個個個 動畫一開始已經在做這段劇情 好像OP還沒播 我記得 她是 頭那七到八分鐘 就是 做完剛才所說的事情 然後還要是 很 怎麼說 很K劇性 她是很慘地 又有些事情 又很典型 接著又在街邊見到紫皮箱 紫皮箱有隻貓 那她還是小羅莉狀態的 琴寶小姐就 走過那隻貓 就好像 意思是只有你 還未 就是不會見到我 當我怪物走 而已 不好意思 整個世界急回一隻貓陪她 那一陣子 大家都知道 那隻貓肯定不見了 那隻貓也沒有 辜負大家所望 都不見了 那變了一去 基本上 她是完全黑化了 她是直接崩潰了 而她的眼睛也變了 我稱為 漢蟬眼 漢蟬眼 應該特根明 瞳孔馬上縮小 然後 還有一個鏡頭 是她 只有眼睛沒有瞳孔 或者有些作品 如果有些角色被人洗腦 就是那隻眼睛 即是她整個人壞掉 壞掉了 然後她去到中學的時候 一直都是封閉自己 即是不同人說話 已經不埋堆了 什麼都不理 因為她聽到別人在想什麼 有時候甚至要 有些少 好像化皮 去弄一下人 也有 還有 因為她受到同學的排斥 所以她就轉了校 去了新的學校 在第一天上學那一天 她就介紹完自己 她就走到自己的位置 而且這個時候 坐到他隔壁的同學 那個老伙子 想到一些很笨蛋 有幾隻不知名的心 在跳舞 即是她還沒試過讀到 那些人想的事情 她平常讀到的人 都會很醜惡 但這次讀的人 都會想什麼 這麼奇怪 觀眾可以想像一下 即是你無緣無故 如果讀到心 讀到的人 看到裡面的畫面 是這個 天使低低低 混這個 怎樣說 或者吃了 或者吃了 迷幻蘑菇 看到獨角獸 這款 所以她就覺得 這個很有趣 那一刻 其實這個動畫的畫面 很有趣 原本的東西好像黑白灰一樣 變成了 我看過這個男主角 這個男主角 就是叫做真窩二九 即是真窩同學 看到她那一刻 整個世界突然有色彩 而且她是玻璃打爆了 突然變成彩色 而在這個時刻 就播放OP 終於播放OP 看了大家 變成在後期 七分多鐘 你覺得這套東西 不是超級黑暗 但一到播放OP 你就發覺不是 這首歌也很歡樂 這首歌簡直是高中 少女漫畫 那種劇情 即是說我應該跟她說 我應該是跟她說我愛你 類似的 但你對比起之前 林哥你用不禁心情 厚底的聲音 去說剛才說話 有沒有發出一些深夜的 不知道什麼 香蕉驅樂部 不知道什麼 陰謀情人的感覺 對比起那七分鐘 我個人覺得那七分鐘 是這套動畫最好看的 那七分鐘 因為我以為是 真的好像《虛淵源》那些 《我的戰士》 《我的戰士》 看的是好看那一段 但那些畫是崩塌的 那一段 它是故意畫了一種 類近暴走的畫風 但你會看到 人物的面相 都是扭曲得太過分 因為你航蕉那一隻 你是覺得它是 剛才所說的四百眼 瞳孔縮度很小 但它的眼耳口鼻是正確的 他連眼耳口鼻 他媽媽是高低眼那些 我看著那些畫 我看完那七分鐘 我是有想過不敢看下去的 即是沒有筆加索的畫 眼耳口鼻全部擺錯了 我看著那樣的畫都擺出來 被人看不可以 但它突然變回光明畫風的時候 簡直是兩個風格的畫 那邊我覺得稍微好一點 所以我繼續看下去 這樣 其實過了那七分鐘之後 正式開始的故事 剛才講一下 琴浦小姐 遇到曾窩同學之後 發覺這個人很老實 其他人是做的事 即是他言行不一的 即是可能把握跟他說 哎呀我是好朋友來的 心裏說你的八婆吃屎 他就像這樣 發覺曾窩這份人 他的樣子咸咸濕濕 原來他裏面 都是想到那些咸濕的事 也許有時候 他人是說那些咸濕的事 其實裏面也是做咸濕的事 變成他人是很言行一致的 只可以這樣說 在哪方面都是 反而這方面 就有個反差 吸引到琴浦小姐 可以說是 還有他知道 其實最令到琴浦覺得OK的事 當曾窩知道你是懂得讀心術之後 他就看著 哇你很厲害呀 而不是覺得你是一個怪物 因為其他人是說 好恐怖 你知道我會說什麼 但他會說 你很厲害 而且曾窩是特意試他 特意想一些色情 還要用琴浦來做一個對象 來想一些色情 搞到琴浦很羞恥 一個念力羞恥 應該不說 用一些高登課 就是去個FF 他就在琴浦面前試試 他說 他好像想到我的事 就FF一次 用它來想鹹的事 主角是琴浦 然後發覺 立刻就臉紅 想來動他 就知道 原來你真的積讀心術這麼厲害 那一刻是挺有趣的 那跟新窩是 我覺得他相比起琴浦來說 他是一個 所謂熱血笨蛋 但是 他作為一個男主角 他沒有什麼所謂的架子 也都是很下限的 就是說他 他經常又會 就像這樣說 經常在那裡騷擾琴浦 或者 一一看到有些什麼 就直接有那句說那句 就是跟琴浦之前一路 相處的人 都特別 好像他的親人 都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 就算是在頭一集 已經打開了心扉 然後 但是都很快 就是第一集 已經 男主角曾哥跟琴浦說 我會一輩子跟著你 這樣 就是第一集已經立刻 應徵做兵 是事愛來的 事愛來的 那就是這套東西 沒有收兵的 叫做 不是收兵的 他反而收了 是不是阿森 阿森 阿森谷 其實是過了這集 然後就開始出其他角色 因為主要角色其實是五個 所以說一下琴浦和珍窩 之後就遇到另外兩個人 一個就是 玉周伯合子 他就是一個叫做 超能力研究會的會長 總之簡稱ESP 跟某個結他牌子一樣 名字 順帶一提 其實這套作品的聲優 好像都不算太出名 最出名的應該就是 玉周伯合子 因為是花載香菜 是 而他就是一個 叫做 研究會會長 他的會的宗旨 就說是要保護這些 超能力人士免受傷害的 他其實是要用 這個科學的方法 證實超能力是存在 而為什麼他要成立這個學會 證實這個 就是因為他媽媽 都是一個有千里眼的 超能力者 但是就因為 他那時候幫警察做事 他媽媽 但是最後因為一些事故 那些警察開始不相信他 甚至說他是騙子 他媽媽承受不住壓力 最後吊頸死了 就是總之經常的故事就是 警察極醜惡 對 沒錯 所以他親眼看著他媽媽 吊頸死了 所以他有這個陰影 而他想做的就是 他要找到一個超能力者出來 再用科學的方法 證實真的有超能力 而幫他媽媽做平反 所以他看到琴寶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之開心的 因為 他真的看到琴寶 就是一個擁有真實ESP能力的人 對 他當然說要保護這些超能力者 所謂 那 也要證實這些超能力的存在 那 除了御洲百合子 還有他的另一半 就是叫做另一個副會長 因為有會長當然有副會長 而副會長就是失戶大志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Q版公仔 如果聽眾你幻想不到的 那些畫風當然都是偏向文系那邊 但是那些人體比例 都是 我想是七八頭身那隻 但是 正常尺寸 唯獨是失戶副會長 他就是一個 大概是三四頭身的角色 他的頭是跟琴寶他們差不多大 但是他的身就是小學生的高度 很危險而已 簡單來說 如果聽眾你幻想不到的 你就想 現在有四個正常人的尺寸 就是這個 ESP會裡面 而失戶 你當他是變成乾麥妹小賣 小賣開了那個 家裡窄的形態那時候的尺寸 就變成有一個 保持著小賣尺寸的 或者好像小蘭對比柯蘭的比例 是啊 是啊 那樣東西來的 但是他們反而是百合子 還是副會長 他兩個都是高年級過 真窩他們 而他兩個本身是青梅竹馬 是啊 那說一下琴寶遇到他們兩個 也加上ESP裡面 那 那 有時候其實裡面沒有什麼做 都是在那裡吹一下水 研究一下超能力 所謂 所謂的超能力訓練 是啊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琴寶 他會覺得自己喜歡有朋友 是 因為他從頭都是被身邊的人排斥的 對 因為除了真窩之外 另外兩個人都沒有排斥他 應該覺得他很厲害 那 變成他好像是突然之間 那個人很開心 但是 然後就 剛才我講過 這個ESP除了有小賣尺寸的那個之外 還有四個人 那 剛才數來數去那三個人來 那放心 這套就不是鬼片來的 那其實還剩下一個人 就叫做深谷日和 是 就是一個格鬥型的少女 應該這麼說吧 他家裡是開這個舞蹈場 是 深谷樓 是 那 他本身是 因為其實這個深谷日和 他是喜歡阿珍窩的 是 那他經常都想約阿珍窩去看電影 看演唱會 經常想琴他 那就是 真正的琴速 但是 阿珍窩對他沒有興趣的 那反而真窩因為這個 這個 獨心水的關係 和琴譜叫做搭上了 那令到他不滿 那所以就開始出現一些 校園欺凌的情節 那 就 令到琴譜很難受 那 甚至乎他的欺凌 是 去到會 欺凌到落真窩身上 是 因為剛才說過 他是深谷樓的 叫做大家姐 那所以 就暫時跟他的 叫做教仲 手下 手下 就說 現在近來我被一條 色帽子騷擾 雖然那個真的是 含塞帽來的 那就是阿震窩 所以 他打他 即是阿秀慧 就出來 跟阿松泰說 哈哈哈哈 哎呀 這傢伙經常跟蹤我 哎呀 原來是這樣的故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之後 也都很 怎麼說 順理成章 就 解決了一件事 那 那 那 叫做 玩大了 因為他打算叫他 弄一下 叫做動一下真窩 但是想不到 真窩就 力粉戰到底 真是 真是 真是有勇武 真窩 那麼勇武的真窩 所以就被他 也有反還擊 那那幫人是有傷到的 真窩因為他還擊 被人打中金 結果就搞了 真窩進了廠 那 接著 當然就好像 心谷公爭了底 覺得玩大了 甚至於在課室裡 突然說真窩沒有上學 心哥就是爭了底 咦沒有上學 那麼大糟 又看到那種 韓士晚 對 韓士晚又出了 那時候 琴普反而是 獨心又讀到他 那句 我沒有人會這樣 沒有人會這樣 類似這樣的事情 變成琴普立刻站起來 就衝出課室 就要去探望真窩 衝出課室之前 就還要跟心谷 說一句 沒事的 這樣出去 變成那一刻 可以說 成功修復了心谷 那心谷 其實只要說他 本性不壞 那一節玩大魚的意思 算是 之後也收起來 做隊友 當然 他修復了心谷之後 其實還有一點劇情 也算是挺有趣的 就說一下琴普 覺得自己的關係 就是 全部都是我壞 都是我雷街坊 那又雷過真窩 傷了 所以去過見 真窩又沒有探望他 然後就走了 自己又轉了 很厲害 高速地自己搬房子 轉後高速地搞定 那有錢是不是 OK 所以跟著又消失了 叫做 跟著說一下真窩 和白子 和副會長 一起去找他回來的 甚至乎心谷也有辦法 去找到琴普回來 那最後呢 整班 這麼開心下 一起殺了他的大宅 那裏 就找了他回來 琴普的爺爺的家 其實琴普是躲回爺爺的 那他們三個就找到過去 而因為心谷是用他的方法調查到 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琴普 那最後就找到琴普 那跟琴普說了一個sorry 然後就走了 其實就叫做冰色慈驗了 用這段戲 那成功修復了心谷回來 所以令到ESP最後 可以說有五個人 集齊了五個被選中的少年 心谷變成了吉祥物 是的 那這個是頭四集的劇情來的 但是之後的劇情也是 開始了一些比較日常的事情 例如一些校園方面的考試 測驗的訓練 一些他們暑假去海灘旅行 又要時間一個人 總是有一間別墅的 那這裏就由於琴普家那麼有錢 就隔一通 又有一間別墅又去到海邊 那這類的動畫 去海邊一集 一兩集都要 是的 還有它四集的尾 結得好像整套動畫 就快結束了 就說 其實我現在 有這麼多朋友 可以勇敢地 生活 其實我現在很好 然後它就播了這些 整個感覺是 結束了 大結局 是的 如果你把一首四集剪出來 就說 這個是OVA四集作 搞定 真的可以 大家收貨 除了開始的話 崩崩的 你也知道OVA不容易 其實可以說 浩作版之後就玩一下日常 但是日常一輪之後 再進去另外兩條線 另外三條線 可不可以說 一條線 就叫做 是說 琴譜和他媽媽的那條線 是 就是因為剛才那天 媽媽扔下了她 走了 這個是其中一條線 另一條線 就是說回 八合子 就是八合子 其實因為 剛才這麼說 他開ESP 是想 幫他媽媽平反的 是 說八合子 繼續發展下去 繼續去找一些 所謂用超能力者 去解決一些案件 其實關於第三條線的事 雖然第二三條線是很接近的 第三條線是因為說 他們那一區 就出現一些 連環襲擊女高中生的案件 就每個女高中生 都是被人立架 撞濕過頭的 就打個都OK 變態的那樣 那一刻 我就覺得 真的有點寒蟬 感覺 為什麼 變了柯南 對 我只是覺得運氣來做 當然 你拿棍打學生 一定是警察 對不對 為什麼真的調查市民 你有看香港的新聞 你都知道 一定是警察做的 原本你說 只是被硬襪 擊中的頭 那你應該是想 硬襪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出街 隨便拿一件事 不要硬襪 那些問題 在畫面上 一開始拍到女學生 被人襲擊 已經拍到那個兇手 是拿著警棍的問題 伸縮警棍 應該不說 那一刻你更加相信 有這種棍 好像真的 警察的可能性很高 你想想 在暗角打 怎麼會不是警察 他一打一 就算是被面子 暗角好像沒有立警棍 沒有 但是你在暗角打人 這些也是警察做的 對不對 那拿警棍來 吼那些學生 也是警察做的 不過這個我講完 查查伸縮警棍 在若干 有可能軍事店是賣到的 對 對 不過我講過這樣 其實大家猜到 接下來要講什麼 就是 這個連環發生的案件 其實就是調查這件案 的一對警察 一個老差骨 再加一個女警 大波警婆 很大波嗎 大波 我特意有說她大波的 我不太記得 琴譜直接撞到她的波 總之有大波警婆 其實就是出去兩個 接著就在調查這件案的途中 接觸到他們 而伯伯也很想用這件案 因為伯伯小姐突然間 在街邊叫做 又聽到又讀到心 讀到那個犯人的心聲 那很恐怖 暈了 在那一刻之後 伯伯覺得 是不是可以用伯伯的能力 去抓到這個賊 證明了超能力者 是可以的 是威的 那就可以叫做 幫她的超能力者平凡之類 而剛好她的老差骨 就是當年她媽媽合作的一個警察 順便又說了她以前的事情 之後又很順利地解決的事件 然後移學下起 大家Happy Ending 其實中間是很突然 因為他們認識了兩個警察 無緣無故就跟了警察回家 然後突然間那個妻婆就發瘋 就要襲擊琴譜 然後就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然後也不明白為何爭窩 會突然間去到那個妻婆的家 天台裡救回琴譜 而且剛剛用她的手臂擋著警察 主角威能是有蜘蛛感應的 是 雖然那一刻真的太離譜 不過這個可能留待待會再說 其實故事大概是這樣 總之最後發現到這個妻婆 其實是一個有雙重人格的人 所以琴譜有時候跟她相處的時候 其實她另一個人格是未爆發出來的 所以她聽到這個妻婆的心聲是很好人的 但是那個人 其實這個妻婆的面子 未必知道她的底的人格是存在的 那底的人格爆發出來的 才發現糟糕了 然後她的妻婆就追她 總之好像剛才這樣說 又上天台又說想追她的琴譜 針波過去幫她頂 頂完之後 就拉了老差骨 拉了她的妻婆回去 其實 然後 這個是十一集 基本上主線就完了 而十二集就叫做 解回琴譜和她媽媽的那條線 即是說她媽媽無緣無緣無故 好像良心發現 就過來找她 那當然其實在中段 她的一群朋友和她的尋寶阿公 去高級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遇見過她媽媽 那裡有若干劇情 因為她媽媽又拖著她的兒子 那琴譜走過來 然後聽到她媽媽的兒子 原來她媽媽的兒子就這樣說 女高中生?正啊 OK啊 那她面有藍色之際 她媽媽馬上說 你不要這樣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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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變了有一點劇情出現 那就是十二集 她媽媽就再出現 在琴譜家裡 就叫她過了晚夜 又吃了一頓飯 咬了一次膠 那就叫做冰色慈鹽了 她還是感覺是整支漂白水倒下去 她還要改了她當年的記憶 我們之前說過 她媽媽走之前 是說琴譜你最後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出生過 就好了 然後她出去 她不知道為什麼 她的回憶多了一句 就是說 我真的沒有用 我照顧不了你 我心想這麼突然 整支漂白水都倒下去 就可以了 她的回憶多了 她的內心可以後面有這句 問題是她那時候走太遠 琴譜就當她是Bluetooth 距離可能隔了一場 走得遠一點 馬上收不到 那她可能讀不到那句 當是先 那之後媽媽那一刻出現 就好像被派了那支漂白水 漂白了 又跟琴譜解決一些事 琴譜小姐 突然說媽媽又喜歡我 現在又有一條兒子 然後又有個手下敗仗 在旁邊又有幾個朋友 又有錢 又有阿公 對吧 那我人生非常美滿 非常開心 那不可以和阿珍摩再放幾下閃 那就結束了這套動畫作品 那這套動畫作品就結束了 那我們也大致講了它的劇情 但是我們的節目就不是打算 只講完劇情就拜拜散水 那當然是再慢慢聊一下 其他作品 那不如休息一會 回來就繼續講琴譜姑娘 不是 是琴譜小姐 回來就繼續有阿發 阿龜婆 還有阿文西 繼續在跟大家講的 那一會兒回來繼續動畫戰隊 那一會兒回來繼續動畫戰隊 好 好 好